新黨苗栗縣黨部主委選舉結果出爐 由立委審發會辦公室主任 陳詩賢獲得一千零三十五票 拿下勝利 可他的對手現任苗栗縣議員 陳光軒無法接受 有太多這個代曉針投黨員 就是也就是說買票 這樣子一個行為 那甚至在選舉的過程中 一直不斷的透過放話 去質疑我參選的動機 那甚至是造假 這個徐定征前市長的名義 去發這個支持的這個簡訊 陳光軒批評這場選舉 充滿態度不公 更指控綠營苗栗縣黨部主委 當選人陳詩賢 在競爭期間涉及買票行徑 都不斷的在撕裂 黨內同志之間的情感 陳光軒提供他手邊證據 是一份錄音檔 對話中提到代繳黨費情況 你的是陳詩賢幫你繳的 對啊 陳光軒競爭黨部主委獲得669票 以366票的差距敗給陳詩賢 針對指控陳詩賢極力反駁 我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但是這一些事情都不是事實 對於陳詩賢極力反駁黨內同志 陳光軒的控訴 但陳光軒也強力反擊 將會有進一步的法律行動 更說為了捍衛自己清白 未來將不再參選民進黨 苗栗縣黨部的黨職 三立新聞蔡委員苗栗報導